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30分鐘在家玩設計 我是韓文 我是芽芽 發財發財發財 財犬第一名 我們現在來到了DMC4步驟的第三個步驟就是 實踐 那芽芽你還記得我們上一次想出什麼方法來解決電視會爬高的問題嗎 溜滑梯 我們要做一個溜滑梯來取代你會在電視櫃上爬高爬下是嗎 是 為了避免我們想像中的溜滑梯不一樣 所以我們先來把它畫出來 然後做一個小模型 來溝通一下我們想像中的溜滑梯是什麼樣子 OK 好 來吧 實踐階段我們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任何可以拿來做模型的東西 像是紙板A4紙或是拿來固定的長尾夾 然後拿來黏貼的膠水 還有彩色筆 鉛筆 剪刀 美工刀 這是我畫的 這是我畫的 我們剛剛把它結合成一張 就是把我畫的管子跟芽芽畫的樓梯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這張來做出一個模型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這張來做出一個模型 我們做完了 這是一個溜滑梯 對 溜滑梯 溜滑梯 對 溜滑梯 這邊可以參演 我們現在要拿一下小人 小人咧 先用紙板在一起 好 他可以這樣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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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好 然後就從這邊 滑下來囉 從這邊滑下來 我的H掉了 好 然後我們還有幫他做一個小窗戶 這個是他滑下來可以休息的地方 不是休息啊 應該是安全降落的地方 好 那我們剛剛有討論 如果我們在家要真的把它做出來的時候呢 後面就會變成用紙箱疊成的樓梯 然後前面這邊的溜滑梯也會小一點 而且芽芽還設計了一個可以伸縮的 他就可以這樣收起來 好 我們轉一圈給大家看 好 我們經歷了DFC四步驟的前三個步驟 芽芽你還記得我們做的什麼嗎 感受 我們用感受地圖 對 來感受一下家裡空間給我們的困擾 然後想像我們用啵啵啵聯想法 對啊 比想到溜滑梯的形狀 對 我們實踐就用紙板做成了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的模型 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分享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我們做的什麼事情 也歡迎爸爸媽媽在家如果有做的話 也可以留言或者是私訊我們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做的成果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 30分鐘在家玩設計 沒有下次見 沒有下次見 最終回